各位球迷朋友们 大家好 大家晚安 欢迎持续透过我们的转播 一同欣赏第19届SBL超级篮球联赛 今天是1月13号礼拜四 在桃园巨蛋体育场的第二场的比赛呢 是由玉龙娜智杰来对上台湾银行 那今天玉龙娜智杰的先发5人 23号的班霸 8号周博成 15号的威根斯 28号卢冠良 以及42号的卢冠轩 来进行首发 那在台湾银行这边 14号的谢松荣 20号的Lan 9号的林博伟 12号的张家和 以及25号的Zack Irvin 今天呢来进行先发 给他低脚 这个外线林博伟的输手没有 Lan 哇 这个假动作 也让翻炮稍微的吃亏了 但这一次Lan加入 所以把Lan跟这个 谢中龙放到进去 可以让Irvin无限地再从外围来攻击南方 所以当球队在整体的进攻 大概可以说是有利有外 是 吸更多的血嘛 这样一来才会创造比较好的白鸵 吧 张家和两步的拉杆出手没有 但是篮底下有谢中龙帮忙补 好快攻 卢冠轩 绕了南方一整圈 这个哥哥的冠良 卢冠良拉根上篮 有 卢冠良 哇 终于跳卢冠 Wiggins 直接打进去 这个球要到了 卢冠打得够强势了 没有底线的缺 是 尤其这个桃圆巨蛋体育馆 他这个空间又更大了 然后感觉又更疯狂一些 张家和的三分出手 至于 周伯晨 哇 直接开了一条路啊 哇 看起来原本跟队友做到Hand off 哇 再一次超级的 哇呦 哇 短短时间个人点啊 张家和 王太杰 尝试了出手 这一球三分 天气 玉龙这里也把郭昭南给拉了上来 剩下最后一秒钟了 Irving 勉强的外围三分 喔 空性入王 我冠宣外围三分的尝试这球进了 这还是这场比赛喔 玉龙娜之前 尝试 这个假动作 给来得漂亮 再上来要到分球 高位的挡拆让尝试 尝试 尝试 外围 海翔维 这里来客的三分 尝试 面对到二三的区域防守 有在罚球线上 不断的crossover 就改变进攻的路线 最后嗓尼要到分数 Layan在第二次的捕篮补进 公分107公斤 过往效力于NBA区联盟 又是一个空性入王 再交给Layan 篮底下两个防守 这一球转了进去 我要去看到这一次 就是 不只球队保有非常高的三分并重率 同时在锦区域也可以拿到分数 第二节的开始 Jones把豪摆在场上 中间半把再交小球 Jones这个球要到犯规N1 破解这次的区域可以看到 把半把摆在防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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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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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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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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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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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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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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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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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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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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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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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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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1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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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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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2 1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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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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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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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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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是2分的命中率低 3分的命中率不理想 甚至到罰球線上 今天的罰球死罰善中 只有33% 當然贏球的台銀隊確實 你也只能說陳規 他準備得非常充分 然後讓球隊在整個攻防兩端 去可以做到贏球 那當然在玉龍隊這邊 好 那在今天的這場比賽 台灣銀行最後是79比56來擊敗了 玉龍納智傑收下了比賽的勝利 看完影片的朋友 記得幫我按一個喜歡 還沒訂閱的朋友 請幫我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這樣就不會錯過最新的影片囉 麥卡貝運動頻道 感謝你的支持